大家知道,林青霞是七十年代后期最著名的文艺片巨星之一,与林凤娇,秦汉,秦祥林并称二林二秦,是当时华语影坛的玉女掌门人,她曾经被誉为东南亚第一美女,励志天成,堪称角色,带着仙气象女神,她曾经拍过一百多部电影,从青春玉女演到英气女侠。 各个形象都成为经典,她曾经是众望所归的金马奖影后,极万千宠爱于一身,然而她曾经在感情生活上却是异常丰富。 1972年的春日,年仅十八岁的林青霞,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中,意外地碰撞出了一段青涩的恋情。 她的男主角,是信佛的勾锋,她善良而质朴,但似乎对风月之事稍显迟钝,这段情缘如昙花一现,转瞬即逝,两人的关系不久后便走到了尽头。 失恋的林青霞,与好友一同漫步在街头,试图寻找心灵的慰藉,然而,命运却在这个时刻向她抛出了橄榄枝,在繁华的西门町。 她被一位独具慧眼的星探发掘,邀请她参加穷瑶处女作窗外改编的电影《试镜》,这次机会,成为了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 在试镜过程中,尽管林青霞此前从未接触过表演,表现略显声色,但剧组中的男二号秦翰却坚定地支持她,历见她出演女主角秦翰,本名孙祥忠。 1946年生于上海,其父亲更是国民党将领孙元良,秦翰早在二十岁时变异,慷慨,为一名。 在多部穷瑶电影中展露头角,成为当时的影坛新星,林青霞对秦翰的崇拜由来已久,她曾看过秦翰主演的电视剧《七色桥》,对这位英俊潇洒,气质非凡的男演员, 心生敬意,当她在视镜现场,见到秦翰本人时,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,两人在片中的默契配合,加上频繁的亲密戏份,让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。 然而,这段恋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悲剧,因为此时的秦翰已经是一位有妇之夫,他与富家小姐少乔因结为夫妻,并遇有一女孙诗文。 尽管秦翰对林青霞有着深厚的感情,但他无法摆脱家庭的束缚和道德的枷锁,而林青霞也在一开始努力保持理智,尽量控制自己的情感。 然而,秦翰的依据,可否与一个已婚男子出游,却让他无法抗拒,少乔因得知两人的绯闻后,一开始并不以为意,但随着事态的发展,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开始采取各种手段试图挽回丈夫的心。 他放下工作,每天与秦翰行影不离,甚至到片场探班,为他递水擦汗,以此宣示自己的主权。 这些行为让秦翰和林青霞倍感尴尬和痛苦,他们的感情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考验。 然而,就在林青霞深陷这段痛苦的三角恋时,另一个男人又闯入了他的生活, 他的出现让局面变得更加混乱和复杂,但林青霞并未被这些困扰所击倒,他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。 在演艺事业上,取得了更大的成就。 1975年,尽管少乔因极力反对,林青霞还是与秦翰合作了电影《八百壮士》。 在这部电影中,他凭借出色的表现,一举摘得第二十二届亚太电影节,影后,桂冠,进一步奠定了他在演艺圈的地位。 他与秦翰、林凤娇、秦翔林等当红明星一同被誉为二秦二林,在琼瑶的精心策划下,他邀请了当时影坛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明星阵容。 林青霞、秦翰、秦翔林、胡一梦共同出演了他的经典之作《我是一片云》。 在这部作品中,每个人物都展现了他们的魅力与演技。 其中,二十八岁的秦翔林刚与萧芳芳离婚不久,便以其风流倜傥的气质,吸引了比他小六岁的林青霞的目光。 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,秦翔林对林青霞的倾慕之情溢于言表,不仅在戏里申请款款,戏外更是展开了猛烈的追求。 随着合作的深入,秦翔林与林青霞再次携手出演了《月朦胧》。 《鸟朦胧》。 在这部电影中,秦翔林利用秦翰尚未离婚,不敢公开追求林青霞的机会, 进一步加强了对他的追求,正当秦翔林以为自己即将赢得《美人芳心》时,意外却悄然降临。 1978年,琼瑶在他的台北家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聚会。 在这场聚会上,他将自己的好友,同为《皇冠》杂志作者的作家赵宁介绍给了林青霞,两人一见如故,相谈甚欢。 随后,还相约去杨明山游玩,在频繁的交往中,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,并开始了恋爱。 同年,32岁的秦翰在拍摄《一颗红豆》和《无情荒地有情天》时,再次与24岁的林青霞相遇,长时间地相处,让他们旧情复燃。 然而,此时的秦翰已婚,他们的感情注定充满了波折,林青霞与赵宁的恋情并未持续太久。 半年后,两人便宣告分手,得知此消息的秦翔林喜出望外,立刻赶到林青霞的身边,发起了新一轮的追求。 而与此同时,正在与林青霞合作彩霞满天的秦翰也坐不住了。 在榜样,庭新涛的鼓励下,他向妻子少乔因提出了离婚。 然而,少乔因提出了一个条件,离婚可以,但秦翰必须在十年内不得再婚。 秦翰无法接受这个条件,最终拒绝了离婚。 此事被媒体曝光后,舆论对林青霞和秦翰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。 林青霞一气之下决定前往美国,得知林青霞远走他乡的消息后,秦翔林毫不犹豫地追到了美国,对他展开了更加疯狂的追求。 然而,就在秦翰林以为自己即将赢得美人芳心时,1980年3月,少乔因与秦翰正式离婚。 恢复单身的秦翰立刻前往美国寻找林青霞,并成功地将他从秦翰林手中抢回。 秦翰林恋成为了当时娱乐圈的佳话,两人在美国过上了如神仙眷侣般的生活,他们一起欣赏日出日落,看电影,逛街,旅游,品尝美食。 仿佛穹窑片中的男女主角真的走到了现实生活中,然而,现实终究不是童话。 半年后,两人因为一次争吵而分手,秦翰一气之下回到了台北,而守在一旁的秦翔林则抓住了机会向林青霞求婚。 在气头上的林青霞竟然答应了秦翔林的求婚,两人很快便订婚了。 这场《二秦翼林》的三角恋,充满了戏剧性转折。 然而,命运似乎总喜欢为这对恋人设置更曲折的关卡。 在1983年至1984年间,林青霞正忙于主演《新属山剑侠》、《警察故事》和《今夜星光灿烂》等影片,频繁穿梭于香港与拍摄地之间。 这种频繁的分离让秦翔林倍感不安。 他担心林青霞已拍摄之名与秦翰旧情复燃,因此频繁地打电话查岗,试图掌握他的行踪。 然而,这种过度的关注让林青霞感到身心疲惫,他的尊严和面子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。 终于,在1984年6月,林青霞无法忍受这种压力,与秦翔林和平分手。 之后,30岁的林青霞结束了在圣地亚哥国际大学的学业,决定移居香港,继续他的电影事业。 在那里,他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气质,接连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,影后的提名。 而此时,单身的秦翰也在等待着重逢的机会。 1985年春节,两人重新取得了联系,并约定两个月后在东京见面,这是他们自美国分别后的首次重逢。 心中都充满了期待和激动,在东京的相处中,秦翰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向林青霞表达了他的情感。 他送给林青霞一个大信封,里面不是红包,而是用红纸精心剪出的十二颗。 红心,这代表着他们相识的十二年时光,虽然礼物并不贵重,但这份心意却深深地打动了林青霞。 在爱情的滋润下,两人的事业都达到了新的高度,他们不仅在荧幕上塑造了许多经典角色,还在生活中享受着彼此的陪伴和关爱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两人的关系也面临着新的挑战。 1990年,他们再次合作主演了电影《滚滚红尘》,该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 林青霞也凭借出色的表现赢得了他期待已久的金马影后,然而,这却是他们最后一次在荧幕上合作。 随着林青霞事业的爆发,他与秦汉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凸显出来。 在1992年8月的一次生日宴会上,林青霞结识了香港富商行李员。 行李员对林青霞一见钟情,并下定决心要追求他。 与秦汉相比,行李员的真诚和坚定让林青霞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 经过一年的相恋,两人在1994年6月举行了盛大的婚礼,正式结为夫妻。 婚后的林青霞逐渐淡出了影视圈,将重心转移到了家庭和女儿身上。 为了照顾女儿和不影响丈夫的工作,她甚至与行李员签下了分房税的协议。 这一分就是十年。 尽管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痕迹,但她在影迷心中的地位却从未改变。 她所创作的那些荧幕经典,依然是影迷们心中挥之不去的。 白月光,多年来,林青霞虽然已淡出演艺圈, 但她的私生活,尤其是婚姻状况,仍然不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。 关于她婚姻不顺的传闻,有人猜测或许与她年轻时与多位男士交往甚密有关, 甚至有人指责她破坏了他人的家庭。 然而,这些猜测终究只是世俗的揣测。 在佛教的视角下,我们或许能找到一些更为深刻的启示。 佛法有云,女人安,则家庭心,家庭的和睦,与女人的修养和品德息息相关。 而当女性涉足邪淫,外遇,便会带来十大恶果。 这些恶果对女性的伤害远超过男性, 首当其冲的是生命安全受到威胁。 外遇往往伴随着各种不可预知的危险, 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 其次,身败名裂是必然的结局。 一旦外遇被揭露,女性的名誉将扫地, 再难在社会中立足。 更可悲的是,这还会给父母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羞辱。 家庭破裂是外遇的另一大恶果。 很多家庭因此而分崩离析, 即使丈夫为了孩子勉强维持, 也是面和心不合, 感情的裂痕难以弥补。 而孩子们的成长和心理也会因此受到极大的伤害, 甚至可能上行下效, 重蹈覆辙。 在外遇的过程中, 女性往往会出现人格分裂的现象。 她们需要时刻提心吊胆, 担心事情败露, 这种心理压力会让她们身心俱疲。 同时, 她们也会感到对不起丈夫, 尤其是当丈夫是正派人时, 她们内心的愧疚和痛苦更是难以言表。 此外, 外遇还可能伤害到对方的另一半, 如果对方是有父之父, 那么这种行为同样会给对方的妻子 带来极大的痛苦和伤害。 更为严重的是, 外遇还可能导致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等严重疾病, 一旦感染不仅害了自己, 还会害了全家。 最后, 邪音带来的最大伤害在于个人道德的污点将永远留在心中, 让心灵无法宁静, 一时的刺激换来的是终生的遗憾和懊悔。 因此, 在这个色欲泛滥, 物欲横流的社会中, 女性更应该洁身自好, 坚守道德底线, 为出轨的女性应时刻保持警惕, 不可逾越这一底线, 而以出轨的女性则应尽快回头试案, 用实际行动弥补家庭裂痕, 正所谓, 若要人不知, 除非己莫为, 切勿抱有侥幸心理, 否则必将自食恶果, 愿每位女性都能珍视家庭, 珍惜爱情, 用智慧和勇气面对生活中的诱惑和挑战。